口感软嫩 不肥不柴的后腿肉切成大块 这是做肉燥的主要原料 老师傅说熬肉燥绝对不能挤 一急香气就出不来了 所以碗果要好吃 肉燥一定得熬得好 肉燥倒入炒锅中 趁着温度急高时不断地搅拌 油温和火候怎么控制 这也是靠经验 等到滋味十足的肉燥熬好 盛入另一口锅里 放上酥脆的油葱酥 让肉燥和油葱酥充分融合 细罗生产的再来米 泡水半小时 软化之后更便匀磨成王 就比水分比较少 做起来会比较Q 刚磨好的米浆浓稠厚重 还得经过稀释才能吹蒸 桶子里先搅成漩涡 然后热水快速冲下 让米浆和水均匀冲击 这一不关乎王果的口感 水分拿捏是制作关键 蓝边摆底的瓷碗 就是盛装传统王果的气氛 师傅们熟练地在堆叠的碗里 放入大块的瘦肉和下仁 再淋上肉燥和米浆 这就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 怀旧古草味 把王果放入锅里 以100度的温度争断的小时 各个表面平整 碗内Q弹的王果就出炉了 一碗碗的王果Q而不烂 就算测糖也没有 伤伤水水流出来 遵循传统方法 做出来的古草味王果 外观不慎其眼 入口却滑顺软嫩 味道不甜不咸 带着淡牙米香和肉燥的醇厚香气 从一天只卖十多个 到现在一天可以卖出三四百个 正宗的口味让时刻直呼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